四季生日宴上众人把酒烟欢 韩贝塔更是向姐姐们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属下拜见赞爱神君 南疆王拜见神君 小贝塔你 你居然是赞爱神君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的弟弟竟然是这么牛的大人物 嘿嘿 你们这么吃惊干嘛 小贝塔就是赞爱神君呀 没错 这就是弟弟这些年来为姐姐们打下的江山 看你们玩得挺开心的 带着哥几个落合落合呗 听说今天是赞爱神主四姐姐的生日 我们特意来凑凑热闹 知道我的身份还不敢进关 这里不欢迎奇装异服的家伙 大好的日子 我可不想见邪 呵呵 区区一个赞爱罢了 合足挂齿 识相的就把你七个姐姐全都交出来 不然今天在场的诸位都得死 混账 当我们的免威胁神君 你们真该死 酒水有有毒 哈哈 知道你们都是华国顶尖高手 播下点毒 怎么敢轻易在你们面前现身 把这七个女的带回去完成任务 这七个女的倒是天资国色 能不能 当然可以 等把她们全部收拾一遍 再交给组织就行了 嘿嘿嘿嘿嘿 混账 你们都得死 咱 怎么 会 这毒居然对我也起作用 呵呵 我们早就打听过你战力无双 这座酒店提供给你们的所有饮品 我都提前下了料 而且对你还是十倍计料 你能不死已经是奇迹了 你们真该死 放过小贝塔 我跟你们走 别动小贝塔 我也跟你走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呵呵 真是姐弟情深啊 杀了他 你们还不是一样要被我带走 大胆 居然敢对我的徒儿出手 这老家伙这么快就追过来了 你们把他们七个带走 我来拦住他 老东西 我找了你好几年 你总算出现了 该徒儿 等维师收拾了这几条杂鱼 再向你解释 想从我手下抢人 未免有些太一响天开了吧 呵呵 那可不一定 毕竟前段日子中了我们教主那一掌 能撑到现在 你也差不多是强弩之末了吧 又是这东西 这东西不应该是人间存在的才对 哈哈哈哈 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还请道长 不要死得太快了 我 我这是在哪 对了 姐姐 姐姐们 快躺下 你现在太虚弱了 不 不行 姐姐们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们 你冷静点 你现在这副样子 怎么去救你的姐姐们 你让我怎么冷静 我们明明才刚刚团聚 十几年的分别呀 臭老头 你怎么了 该死的 他们到底是谁 我要他们死 我时间不多了 你听我说 他们是通灵神教 是一群疯子 想要打开戒行山 您别说了 我现在立刻救您 没用的 我的寿远已经燃尽 好好听我把话说完 戒行山是一道门 门的那边是修炼者的世界 其实 你的七位姐姐当中 六位都是为师和其他几位道友 从那个世界带出来的孤儿 他们现在想要献祭 你的姐姐们打开大门 让两界合一 但这样做必然会生灵涂炭 战乱不休 求求你 别说了 一定还有办法救您的 你这一身本事都是我教的 我有没有救我能不清楚吗 臭老头 你骗我的吧 你神通广大 怎么可能会死 一定是骗我的吧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你听好了 一定要阻止他们 这扇门绝对不能打开 在你昏睡这段时间 为师为了救你 已经将所有的修为都度给了你 一定要阻止他们 是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阻止他们救出姐姐的 为师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就是 收了你当弟子 别给为师丢脸 啊 臭老头 你别吓我呀 臭老头 你说话呀 我本人啊 我本人是杀了